嗨大家好,我是欣欣 已经有快两个月没有更新了 大家都说你怎么消失啊之类的 网络时代有意思的就是 你只要三天不更新 别人就会觉得你被外申人抓走了 觉得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还健在 然而过去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算是有很大的转变 我需要自己消化理顺一些东西 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然后重新开始 大体来说前一阵子我 一,分手 二,换新工作 也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 三,我结束了半年的速食挑战 现在不止吃素了 当然我的锻炼变化也有改变 我开始有训练crossfit 这个很有意思 接下来我来详细的说说 首先分手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然而我从来没有在这些社交账号上正式的提过他 没有放他的照片 视频没有正面的拍过他 然而我的很多照片以及拍的视频 他都是背后拿相机的那一位 偶尔机位不动的视频里 他可能出现在背景里 比如在我的身后健身 Anyways 这些都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为什么之前没有给大家介绍过他 可能明明之中我就觉得他不是the one 他不是让我真正的死心塌地 完完全全 想要过一辈子的人 当然我不相信the only right person 这一理论 我不相信在全世界你必须要找到那一个对的人 你才能产生真正的爱情 我认为爱情是一种选择 比如说同一个城市可能有100个人和你比较合适 如果机缘让你们遇到了 如果你们互相吸引并选择对方 并愿意为对方改变一些东西 这样两个人同心协力的话 我认为绝对能营造一段美好的关系 而且如果双方持续付出全部真心的话 我相信这段关系会很持久 我和前男友一开始就是特别互相吸引 可以说是有chemical的那种 一开始就是轰轰烈烈的感觉 对我来说突然有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强烈的吸引力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人都enlighten了 就像心灵得到了升华一样 因为遇到他之前 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任何男生有这种感觉 有那么的动心过 有那么的被吸引过 之前谈的恋爱也就波澜不惊 然后索然无味 所以我认为只有和刚分手的这个他 我们之间才算是爱情 就好像理论上不是初恋 但实际上是真正体会非常心动的感觉吧 然而fast forward 我发现他是比较bossy的那种人 就俗称大男子主义 他不是直男癌 该浪漫的时候也还浪漫 给我写诗写歌送花之类的 再比如我就是锻炼的时候肌肉增长快 就臀部侧面出现了那种纹路 然后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就突然就买了维生素液胶囊 然后叮嘱我每天晚上要涂在皮肤上 但是抛开这些细心浪漫不谈 他做事情只喜欢用自己的理解 不大听取别人的意见 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一开始我觉得他很有主见 很有报复 而且因为他年龄比我大 比我成熟 比我阅历多 而且我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什么事情还不大了解 会觉得他说的任何事情都在里 然而渐渐发觉 他不喜欢采纳别人的意见 不会换位思考 想要他解释什么粗息长谈 来讲都是对牛弹琴 所以说我们就败在了交流上 觉得和他在一起 我虽然一心欢喜 但不能完完全全做自己 要是个小心着 哪些事情他不喜欢 我就刻意避免着不去做 我有这种感觉很久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没有和大家介绍他的原因 明明之中第六感就告诉我 我和他是不会长久的 然而事实也是这样 我觉得心里这个 疙瘩压一久了 终于是爆发了 不是说爆发就是大吵一架 而是下定决心离开他 是的确 他带给我很多快乐 让我从未有过的开心 但同时他没有完完全全的 让我做自己 没有助力使我变成更好的自己 与是乎这一醒悟 我就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就默默的离开他了 没有争吵 只是有些失望 然而绝不后悔 因为人生不就是在不断的 经验教训 以及变化中向前推进的吗 虽然我是选择离开的那个人 但是我也是十分痛心的 一开始我每天可能哭两三次 后来到每晚哭一次 现在是两三天 可能还会不由自主的哭一次吧 这是一个过程 只能等时间慢慢愈合 有一个说法是 你愈合的时间会是 你们在一起时间的一半 按照这个说法 我可能要恢复一年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准确 这个应该是按照你投入多少真心算吧 我和前前男友分开了一个星期 我就觉得没事了 也可能因为的确没有真心爱过 当然我也有看到别人的故事 一个老爷爷在年轻的时候 和某个人在一起两三年 然而之后的几十年 都有他的影子 所以说爱情这个东西不好说 也没有什么标准去衡量它 然而有了这段经历 我也并不认为我会变得怕受伤 hold back 没有安全感这种 反而我觉得自己变得更成熟 更会判断一个人 适不适合我 花时间 经历感情来投入 如果再遇到相互感觉对的人 我仍然会以全部的真心 去经营这段关系的 因为不走心的事情我不做 就这样 然后简单说一下工作 我从本科到研究生 学的都是设计 从工业设计到战略设计 然而学久了我发现 生活的本质 其实不就是 你去不断设计 不断创造吗 你的职业道路需要你去设计 你的人生需要你去设计 也就是说 不仅是一个产品 一个问题 一个项目 生活中的各种事情 你都要去设计 去找到解决方式 于是乎我就想 跳出设计师这个角色 我不想每天半个小时 坐在办公室里 来设计一个被指定的 不考虑我喜不喜欢的 一个项目 我想做点自己 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健身这个行业 我是真的很感兴趣 然而这个转变有点大 我是想说 我未来想要转变成 健康产业这个领域 然而现在 不可能就一下跳过来 但真心来讲 我看到很多我的留言 私信 大家有对健身这方面的疑惑 问题 我没有时间全部解答的时候 我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这就引发我想做市场 这个领域的想法 因为做市场可以更好的 更接地气的了解受众的需求 然后并及时应对市场的走向 动态来用行动满足 这种受众的需求 所以说我的新工作 就是市场营销这块 什么类型的工作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算是一个过渡期 我的内心本质上还是很热衷把自己的这种设计理论 以及市场知识运用到健康健身这个领域中 还年轻以后的路很长还要慢慢走 但起码我有一个奋斗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在分手的第二天 我接到了这个公司面试通过的消息 上帝真的没有跟我开玩笑 上帝好像在跟我说 姑娘我支持你的选择 轻轻地走下去吧 好最后来聊聊我最近的饮食锻炼计划调整吧 我之前建设了半年多的素食 其中有三个月是全素 有三个月是淡奶素 总体来说我的脸上不容易起痘痘了 我觉得消化系统更顺畅 然后整个人更比较轻盈 当然思想上也会觉得 我不杀动物了 我好善良啊等等 然而我发现吃素一段时间后 我的训练恢复时间要变长 之前我可能练完腿 两三天就恢复 现在要三四天才能恢复 并且我要吃大量的食物来填饱肚子 因为总体来说素食的单位热量比较低 我本来吃饭就慢 于是不咀嚼一大碗沙拉 就要花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我觉得在健身房里 我没有看到自己力量的增长 算是一个维持的状态 所以我决定吃回肉试试 一开始吃回肉我很不习惯 那种海鲜以及肉腥味 又回到我的饮食里 但是人的味蕾是需要一段时间来习惯的 我就坚持着把已经陌生的肉类食品塞到嘴巴里 一个月之后我就不反感 然后就习惯了 然后我现在并不像以前 每天都吃肉摄入很多的肉类 我现在可能有三天吃肉和海鲜 其他的那些天还是素食 我现在觉得只要我动物的食品摄入量比较低 我脸上的痘痘并没有长回来 关于伦理道德这块 的确有很多无辜的动物被宰杀成我们的美食 但有个事实就是 因为素食者大量使用杏仁 而主要是用杏仁奶代替牛奶 大量开发杏仁田地 造成了当地的生产系统有很大的破坏 并且生长杏仁这个东西需要很多的杀虫剂 大量使用杀虫剂的 造成了很多昆虫以及其他动物的死亡 也就是说就算你吃素 你也是间接的杀害无辜的动物 因为人类已经走到了食物链的最顶端 人类已经不可逆的对地球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思维跳出来看大局 不是说你单单不吃肉 就保护了整个动物界 动物园的动物虽然被保护了起来 但是他们活的开心嘛 他们一生只在一尺三分地里被困住 耿油和被吃的动物一样 都是人的罪 哎不说了 太复杂 就是自己先好好活着吧 大家都有同理心 但也不要去批判吃肉还是不吃肉的这种选择 很多事情你以为你能主宰的了 其实不然 最后提一下 现在我说了每周去健身房做力量练习 我每周也会加入一次crossfit课程 这个就类似短时高强度练习 结合了有氧无氧 很锻炼体能的一种训练 这个我们之后想谈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没有听烦我说的一大堆 如果你有什么共鸣的话 欢迎留言让我看到 我也会尽最大努力来回复大家 如果你还不认识我 我是CC 我分享科学健身以及生活方式类的视频 欢迎关注哦 好的我们下次见